剁掉她的手 再剁掉她的脚 撞进脚翁 让她慢慢地死 这就是堪比凌迟的酷刑 古醉的由来 遭殃的正是唐高宗李治的前皇后王氏 而发明这项酷刑的正是宪皇后五妹 那么这项酷刑是怎么用到王皇后身上的呢 上期说到 宪皇后五妹为与韩国夫人五顺这俩姐妹 为争宠而决裂 我只不过出于姐妹之情 才把你接进宫来的 可是你 可是我已经身怀有孕了 删了一巴掌还不解恨 五妹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彻底了结了她 她算准韩国夫人今日会外出 与自己的老公李治开房 于是半道截杀 直接将其绞死 皇上 皇上 什么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 老奴在宫外 看见了韩国夫人的尸首 胡说 你看清楚了 她千真万确啊 是歹人用绳子 勒死的 皇上 皇上 哎呀 我扑命的姐姐啊 皇上 韩国夫人的死 使李治陷入了巨大悲伤 惶惶终日 而五妹也仿佛有良心发现 整日拿着一枚玉佩发呆 妹娘 还在为韩国夫人伤心吗 李治走近一看 发现这玉佩十分严重 这不是当年我赐给小公主的寓所吗 这个小公主 就是武则天为了陷害王皇后 亲手捏死的那个 朕还给她赐名叫太平呢 妹娘 你还没有忘了这块心病啊 其实她已经忘了 这不是刚杀了亲姐姐 所以才想起之前杀的亲女儿吗 我总觉得对不住她 我想给她补办葬礼 这样我心里会好收心 五妹的眼泪落下 李治也将此事放下来 为小公主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并且追封安定公主 五妹悲伤之余又突然一惊 她突然想起对于安定公主的死 好像还有个知道真相的人 没错 就是前皇后王室 五妹来到王皇后面前 见其不一粗食物 形容憔悴 手上不停的针线活 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见到五妹 王皇后很淡定 你来了 我来看看你 放你出去 放我出去 让我上哪儿 王皇后知道自己死气一致 愈发淡定起来 自打自己攻斗失败 族人尽数被五妹流放后 她早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斗志 而苟延残喘至今 只有一个目的 我留的这口气 就是为了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我问你 那孩子 是谁弄死的 对 没错 苟延残喘生存至今 就是为了恶心一下你 五妹也被这一问问得心胆剧烈 说 说实话 一朝皇后被一个接下球逼的不断后退 我就是想听听听你亲口说出来 五妹已经被逼到墙角 她急了 我要把你剁成肉酱 我看出来了 你的手在发抖 说实话 你怎么用这双手 架死你的女儿的 雷人呐 雷人呐 对 把她给我乱仗打死 不 不 不 剁掉她的手 再到她的脚 让她撞进脚翁 让她慢慢地死 是 给我动手 五妹输了 心再狠再毒 也有害怕的地方 虎毒尚且不识子 自己的内心却阴暗至此 如今就是全被王皇后悉数抖了出来 她能不害怕吗 太监们将王皇后拖出房间 搁着墙将王皇后笑成了人棍 最终王皇后死于醉崩之中 而她的死 在五妹的掩盖下 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反倒是五妹 没了姐姐韩国夫人的横插一脚 与李志情爱日读 不久又生下了一个女儿 妹娘 你看 果真是一位公主 真的 五妹十分开心 掏出李志之前赏赐的寓所 给她这个 就叫她太平公主吧 这位公主想必大家绝不陌生 搅局的能力丝毫不比 自己的这个母亲差 可惜最终还是死在了 武则天的孙子 自己的侄子李龙基之手 武家与李家的孽缘 武则天算是开了个好头 武则天的侍亲之路 还远远没有结束 电影《敌人截之通天帝国》中 刘嘉玲扮演的女皇武则天 曾说出一句著名的台词 欲成大事者 只亲亦可杀 这句话真的太符合武则天的人设了 据各种正式严实统计 武则天新手杀掉的亲戚包括 且不限于 亲女儿安定公主 亲儿子陆王李志 亲姐姐韩国夫人 亲侄女魏国夫人 亲孙子李光顺 亲孙女永泰郡主 如此种种可以说是六亲不认 请订阅 符合武则天新手杀